2021年9月,全国多地出现拉闸限电的紧张局面,部分城市甚至出现红绿灯和医院停电的极端情况。 2022年8月,四川省多个城市又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,关停工厂,停开空调,就连成都地铁也关闭了一部分照明灯,大家只能在湖暗的环境中坐车。 政府要求企业让电渔民、长安、丰田等多家车企停产、克斯拉、小鹏汽车等充电站部分关停,不少光辅龙头企业的硅料和电池片生产受到一定影响,京东方、富士康、振兴科技等均表示暂停生产。 2022年罕见的高温干旱,让四川可用发电的水资源,比往年减少了约50%。 四川为了坚持完成向江苏、上海、浙江等地的送电指标,串于地区大规模拉闸限电。 但是,回顾2021到2022年,中国多地都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。 虽说干旱导致水电减产,但水电在中国电力中毕竟是占小头,而中国发电大头仍是火力发电。 中国能源局2020年数据显示,在中国发电量中,火力发电占全国总量的57%,水力发电仅占16%。 中国火电发展早,规模大,技术相对成熟。 况且,中国大多数火力发电厂并不是满负荷运行,全国各地有许多火电厂甚至是处于关停状态。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火电,还会出现大规模的拉闸限电呢? 本期视频,我们来聊一聊,拉闸限电引出的中国能源问题。 纵观历史,拉闸限电在中国并非稀奇。 2000年,中国因为各地大四建设电厂,出现了严重的电力过剩。 于是限制新建电厂。 但接着2003年,中国重化工业却出现爆发式加速增长,电力需求飙升。 20个省市先后拉闸限电,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全年持续性缺电和随机性缺电。 2011年,中国十一五规划要求,能耗强度在五年间大幅下降。 很多省份通过拉闸限电来充指标。 考核结束后,出现报复性用电,需求上升。 而本就位居高位的煤价连续经历了两轮上涨。 火电企业成本激增,被迫通过减少供电,限制生产来止损。 造成了全国各地爆发限电潮。 和2002年供需关系错配导致的限电不同。 2011年的限电,由政策因素和煤炭价格共同影响。 再看2021年,全球疫情大规模扩散,各国工业纷纷停摆受挫。 中国得益于严格的风控,抢先开足马力,复工复产。 用电需求飙升。 不巧,2021年正值双碳目标的开局之年,能耗指标用完了的省份,最后只能用限电来凑指标。 而2021年,伴随全球通胀,俄乌战争引起的能源危机等因素,煤炭价格开始一路高歌猛进,火电企业再度陷入亏损的境地。 煤炭库存降至历史低点,地方煤炭项目的审批也更加严格,再度限制了煤炭供应。 加上干旱的气候导致水电产能严重受限,共同促成了2021和2022年的多次大规模限电。 从结构上看,中国的火电企业要面对上游的煤炭周期和下游的国家价格管制。 所以,拉闸限电的幕后真相可能并不像网友想象的那么复杂。 简单来说,就是市场煤、计划电。 煤炭作为工业能源和大宗商品,定价早早完成了市场化。 电力作为公共事业,电价则是由国家电网制定,但电力同时又是商业机构,自身也需要盈利。 火电企业赚钱与否,煤炭价格起着关键作用。 煤炭占发电成本的七成以上。 煤炭价格受国际市场、产能、政策等不可抗因素共同制约。 所以,火电厂最关心的还是市场煤价。 电价的高低,决定的是火电企业的盈利空间。 电价低,火电厂再怎么提高效率,也很难盈利。 而相比煤炭价格的频繁波动,电价虽然也会调整,但总体比较稳定。 所以,火电厂的盈利与否,几乎完全依赖于煤炭价格。 据以往数据显示,煤炭的产能周期大概在五年左右。 也就是煤炭供不应求,价格上涨到提高产能,价格下跌,大概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。 由于电价的稳定,火电企业也就跟着煤价不断重复着从盈利到亏损的周期循环。 再来看2021年,本该正值煤价的低谷,疫情爆发和通胀压力让煤价不降反升。 这打破周期的黑天鹅事件,让多家火电企业联名上书,要求调整电价。 电力是民生保障的重要公共事业,一旦经营不稳定,会出现系统性风险,国家层面会响应火电企业调价申请,通过国家宏观调控进行干预。 从2004年,发改委提出煤电联动制度,到2020年,全国性的电价调整一共出现了12次,其中8次与煤电联动制度相关。 煤电联动的初衷是通过宏观调控响应煤价波动,也就是计划店跟随市场煤进行周期调整。 但问题是,煤电联动是一个事后调节的机制,加上政策规定了不少于6个月的联动周期,相比快速波动的煤价,电价的调整频率还是太低。 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要么火电长期亏损,要么电价长期过高。 2008年煤炭价格上涨,火电企业亏损严重,随即呼唤联动。 随后发改委联动5次,但由于煤价涨幅过大,煤电联动幅度过小,导致火电企业继续亏损。 直到2013年后煤价下行,火电企业才扭亏为盈,但此时,用电企业呼吁电价过高的声音已经高涨。 2016年煤价又一次上行,当时煤炭行业经过一轮供给侧改革,溢价权加大,价格更灵活。 反观电价,虽经过2015年煤电联动制度修订,但电价上涨仍然之后太多。 煤电联动制度的缺点也显露无一。 直到2019年正式推出电价案基准价加上下浮动机制,虽然电价相对灵活了,但也加了限制,并没有完全市场化。 这也为之后的限电埋下了隐患。 如果没有2019年底的疫情,可以说市场没和计划店的对弈应该可以找到很好的喘息点。 但是偏偏黑天额来得这么突然,2020年煤价暴涨,电价却没有办法跟进,活电厂继续大幅亏损。 加之能耗双控背景下,许多省市前期指标过早用完,地方政府只能采取停电停产措施来保持标。 总结,市场没和计划店是中国长期存在的现状。 从利子的拉闸线电炒我们要总结的,不仅仅是在煤炭周期供需关系的方面。 这次疫情下的能源暴涨,也让决策层认识到中国能源结构还存在着不足。 煤企大都是地方企业,而发电厂大多数是央企,自古中央和地方本来就存在着对异关系。 煤炭和火电在市场上又是彼此竞争的两个上下游产业, 两者的对异关系其实从市场规律上讲,是能促进彼此优化,提高竞争力的。 但是,在中国,国企央企代表的是国家和权威。 电价关系者不光是民生,更多的是某些高耗能产业的生死存亡。 由国家分配电价初中是,统一大局,稳定制造业, 从而保民生、保就业,环环相扣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 中国电价是否要进一步市场化,我们也不得而知。 相比火电,其他的电力来源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,功率波动很大。 从效率上讲,只有火电能够保证足够的稳定性与可空性。 再加上非炭发电受技术的制约,发展有限, 所以中国将煤炭作为主力能源,还将持续许多年。 中国的能源结构其实并不算严重偏刻,新能源发展可以说是一直很努力。 只是中国体量太大,船大难掉头。 重煤炭的能源结构很难通过简单的政策引导就能够改变。 我们在面对各地拉闸限电的问题时,是否能有更多的维度去理解? 新的电力改革措施何时能出台? 电价的进一步市场化有哪些副作用? 如何缓解煤电周期的错位过多的问题? 请在下方留言区提出您的宝贵观点。 也欢迎关注ECO汽车生活频道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